养花衣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包们的养花问题的一个臭包 上周嫁接的茶花回来买的 几天卷不缺水有水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臭包 其他的没啥 我看那个白的是啥有点像白粉病吗 不是不是那灯光我以为是白粉病了 没事啊别的没啥正常养护就行了 你像茶花和杜鹃啊 它对空气湿度要求略微高一点点 好吧 然后呢它是典型的一个洗酸植物 繁肥水啊还有加湿器啊 反正玩的麻烦 我跟你说一般家庭养茶花养的少的不算很多 好吧 简单一种 没事的时候翻翻之前茶花的一个详细攻略 像这种马蹄连叶子都黄了什么原因 这属于晒伤吗 要不要都减掉 请解释一下 马蹄连呀 朱顶红啊 郁金香啊 百合啊 这些总球啊 快镜类的呀 在这个立秋的时候 这叶子不好 您不用管 你到了这个夏双的时候 这叶子全黄了 但是呢 它下面那个嘎大球 它会分球 我看一下你这个花瓶啊 花瓶略微有一丢丢小 你未来它分球不是一个好事 对吧 哎 要用松软的土壤 它怎么说呢 这春天的时候生长加开花 到了夏天的时候的积蓄能量 到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分球了 分快镜了 就跟那个姜和蒜一个道理啊 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休眠了 春天的时候又这样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明白吗 现在这个状态属于正常现象 简单一盖它就行了 盆有点小 前期有点缺肥 估计你下边已经面黄肌瘦的了 夏个初宝说 换盆大概有半个月了 这个快咯屁了 我的宝 缺水了 我说你 你不是告诉我不干不凉 它干了呀 你得浇透啊 有点缺水了现在 快汗死个灯了 可以用一点点肥料了 半个多月了 可以用一点 薄一点少用一点 别多就行了 夏个初宝说 黄叶子干了 咋回事 黄羊叶子干了 有点焖根 有点缺肥 别的没啥 你把下面那个苔藓扒了 撕点肥 修剪修剪 干了这枝条修剪了 你看看我之前那个黄牙 把那些没事的小牙子 全部弄掉 用点肥料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今天养问题都比较简单 觉得不错呢 就点个赞 有其他养问题的 可以视频按理留言 我老花一 老花最转一转 下期再见 拜拜